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一孤》 我是李维仪 这位环节嘉宾有Anno Anno 你好 Anno 先生说 我们推荐他今星期的深水股份 不久之前都回顾Anno上两星期 推荐的海螺水泥期内表现 期内恒指跌了775.5% 跌幅3.04% 至于海螺水泥都稍微跑输大肆 期内跌了2.35% 跌了3.92% 至于上次的投资 建议抹价格是延价的 大概59元左右 目标价是70元 止蝕价是50元 中五收市价是57.5毫半 期间波幅最低见过56.2 最高达到60.9 Anno的56.2的低位 就是上星期8月31日 在这个情况下 策略有没有改变 还是维持原状呢 我想 你看回这个市况上 水泥股不算是一个 特别差 或者特别标青的板块 如果你讲这两个礼拜 三大的水泥股 就看到华润水泥的走势 相对地比较英俊 但其实很老实地说 论升幅 不算升很多 纯粹排行大事 所以你讲一些资金 在水泥股上面 其实都是在说 没有什么太大取向 如果你讲水泥价格 近期很多文章都说 水泥价格开始连升了三个礼拜 留意我上次推介都有说 就算未来来说 随着旺季来临 水泥价格上升 但是同比按年比较 可能还是跌下去 所以水泥股 如果单衣水泥价格 復工 如果市况气氛 不是太配合的话 其实都很难帮到你 你看到海洛水泥 也在现在拉鞋的格局当中 60元的阻力位都很明显 破不了 策略上我们会建议就是 如果你本身是做短炒的 我想你如果跌穿56 近期的低位左右 先走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低位买回 而真的在转势 股价格很不行 你真的穿50元 才会叫做转差 所以你的策略上 如果穿56 先走去 看看可不可以省3,4,5,6元 再有 可能看看有没有机会 接近50元哪些位置再去买回 但是相对地 如果再升上去 你又要局罪 所以你如果短炒的策略就是这样 如果中长线的话 我又觉得 只要经济前景这一刻 没有说到差得很紧 中美关系不会影响到水泥行业 你这些位置继续持住 虽然这些这么低负债 就来成正现金的水泥股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要去到70元的目标 可能就要多一点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是属于中长线的投资 短线上 暂时股价走势上面 一般的 策略上不穿56元 你就继续持住 大家留意一下这个56元关键位 如果短线就56元走一走 好 安劳 看看今天的市 刚才今早都和您说过一下 其实市都比较反复 看到 滑下滑下滑下 现在滑多了 跌到188点暂时 到24,500元这些位置徘徊 之前都说过 一些方网股 其实真的不用推 大家都会买 看到最近方网股的势头都向下 这些市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接触一下 所以策略上 这些位置其实我不是太建议大家买的 只是普遍观望的态度位置 特别你讲到这一刻 你看到跌幅不断的架大 去到200点左右 距离上周五个低位不是很远 可能甚至我们讲讲一下也会跌穿 但是你的心态上就是 你趁它调整 买一些调整 然后吸纳的部分 但是留意一下 今次我是推荐这些方网股的 但是你尽量要避开中美的相关风险 在这里 这只简就是炒过的复苏概念 就是之前都推荐过的同程艺龙700厘 留意同程艺龙是属于一系列 就是寿虑逆异尺 但是破顶的股份 其实今年你会看到市场上面 有不少这些类型的股份 同程艺龙在5月18号 就是3、4个月前 我也推荐过 12元那时见买 目标价是16元 推荐完之后 股价的确没有碰过12元 但是留意一下 现在未来你做炒作 你纯粹说跟买入价 如果你完全碰不到之后 但是你说股价真的碰过去破顶 或者破位的话 就是要焗住嘴 那现在的策略就是 在后期调整的时候去买 但是想说一说 你看图上面 过去一年走势上面 破了今年头的高位 疫情的跌幅 收复了 但是同程艺龙这些公司 就说是很受虑的疫痴 是有很大的影响在 市场为什么有这样的状况 不单止只有同程艺龙 今年有很多相关不同的行业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上 大家去不了旅行等等 那些酒店、豆店服务 都失败了 那又升上来美团 那你觉得状况就是 因为同程艺龙 或者这类型股份 热炒其中一个原因 它未来几年增长势头 大家觉得是非常良好的 所以说的 以往大家给一些目标价等等 以往大家给一些目标价等等 都有机会见到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买它未来几年增长势头 所以疫情带来的短线影响 可能是一个季度 两个季度 比三四年它摊薄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大负面影响 所以记住就是说这些股份 永远都是炒前景 而说的 你看这一刻 如果你看到很短线 只是看今年的 2022年 股值很不逆上 甚至动静外露 预测势率可能是40多倍 但是问题就是说 有机会仍然可以冲敬一些暴牧市消费 所以对于同情外露来说 你现在又买这只股份 你要关键看一个因素 就是10月份 在内地的黄金周上面 未必预估说 有个很超限主的 补服式消费 补服式反弹 但是你要起码说 内地的旅游益 你见到有点的服势 如果见到是有机会支持股价 但是始终它升了这么多 都是趁这段市房 看它有没有机会跌多些 才会去买 是的 Mano也开股了 就是推介这个同情偎龙780 看到刚才也说到 其实它在8月底的时候 都破了顶到16.48 Mano也有另外一些原因 就是看市场预算 未来三年的估值 见到它的市销率 由首四季的预测就是3.47 慢慢去到2020年就是3.47 之后2021年就2.3 2020年就去到1.92 经过调整的市盈率 都由32.5倍到2022年 是预计只剩11.33 Ano 是不是预计它这样逐步下降 意味着它是越来越抵买的意思 不是叫越来越抵买 只是说市场上 期望这些公司 还有一个货观盈利增长 这个图表想和大家说些什么 就是说重症矮龙受到疫情 最大的影响 是今年2020年的第一季 到第二季 都是有负面影响的 但是你看到过 整个上半年的规算 都已经显著受责金 大家甚至衷敬第三季 随着内地有不同的景点 开饭 或者去到十一黄金周第四季 那段时间 甚至有个復甦 但是一些国际的业务上面 可能你说用同情内容 订一些海外 你现在大家出不了去 的确很难说完全復甦 但是问题 这些股份市场一向就是看到 未来三列到2022年的 现在人们去不到旅行 去到夏年恢复的时候 大家就会冲劲 有些报复式照片 而今年失败了一些生意额 可能有机会在夏年上面 再加回 所以长远来说 这个疫情上面 对于未来三年的预测 几乎就没有太大影响 所以令到股份先提前炒作了 所以你说未来 能否保持收入上面有个持续增长 这些就是关键 所以我们来看这些股份 未来未来看 未必就是在财政程度 每个季度能否持续改善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看看什么时候 季度上 可以比以往更加高水平 出现到 就会有个报复式消费 所以留意这些类型股份 往往就是不要将焦点 只是看在疫情上面 对它有多大影响 先回来看看复苏过程 还有说是否短时间内 因为疫情上面对它的冲击有多大 如果不是真的太大的话 老实地说 疫情虽然对它来说有个负面影响 但市场就不会太害怕 刚才我们都说到 可能冲击之后 人们都会报复式消费 不过也看完它那个中期业绩的概况 始终受到疫情的影响 看回它那个业绩情况 看到其实它的收入 上半年的按年是跌了三成四的 经调整的EBITDA 就跌了六成左右 经调整EBITDA率就是12个百分点 年内经调整的日利就是六成半 期内亏损是由盈转亏的 至于正现金就跌了1.8% 正现金对权益的比率 就是跌了5个百分点 全线都跌下来 阿奴虽然就说不看疫情影响 但会不会这份业绩也是偏差 不过大家是不是预了 其实你看这份业绩 就是有之前的问题 就会觉得为何业务上差得那么厉害 但是股价都是破顶 而不只是这类型股份出现这种状况 豪岛股 或者之前说的那些 九毛九 海底撈 或者那些汽车股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其实你要留意 市场看业绩来的 未来看这类型公司 关注什么 不是会跌多少 相反对是跌的幅度 会不会持续 以及季度表现 会不会有所改善 待会我们会说的 你会看到 其实对比第二季和第一季 已经有个很显著的改善在 另一方面 留意这类型公司 大家不再关注它 蚀多少钱等等 那个亏损状况 是严重的 但问题就是 究竟会不会 亏损到一个状况 会有资金压力 会不会需要融资等等 这个就是最大风险 如果好像那些 内人股这样的状况 它不算很大冲击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亏损 导致到 好像他们这样 排不到息 那就当然有个影响 如果同情艺龙 或者一些豪赌场 都是的 你亏损到 要去到有个融资压力 他们未来增长 新赌场落成不了的 影响会很大 但问题就是 一两个季度的亏损 他们承担得起 如果你看上面 现在的正现金没有了 可能是跌了下来 但是不会说 这个行业 不会处于一个 销很多钱的状况 没有生意做的 当然有个影响 但是问题 他们承担得到 现在公司的正现金水平 57点几亿 仍然属于乐观 正现金对权益比较低 高水平 所以疫情的确在一个账面上 有一个影响 但是 其实 大家仍然会有条件 就是冲击未来几年 有个暴復的消费 所以很老实说 这类的公司 除非全球经济前景 突然看得很差很差 否则的话 市场就不会太介意 在这两个季度 做得差 不一定 因为对比其他行业上面 实际的长远影响 似乎他们未必说 真是这么大冲击 相反对 只要有个暴復的消费的主体 我想短线都是一些 叫做比较好炒的主体 特别在内循环 内需上面 我觉得后市上面 如果是要拨开拨这类的部分 始终大家可能都衷敬 最坏的时间都过去 我们也看了它 季度数据的表现 刚才Nano也提过 其实它有个 看到它有少少反弹的势头在 看到其实它的收入 原本你看到在2019年开始疫情的时候 去到2020年第一季 是一生跌了下去的 经过调整的EBITDA 之后去到第二季 都开始慢慢上升 是不是看到它的反弹动力 还是很大 所以重点是说 国安季改善的情况 其实你特别说EBITDA 的反弹情况 在第二季 是更加显著的 其实我觉得 之前我几次推荐 重情危陆 重情危陆十几元 开始准备 我已经觉得可以买 IP会比较稳定 原因就是 整间公司的盈利模式 相对比较明显 其实留意就是说 贵度改善这件事 特别在内地市场上 是比较吃香的 现在说炒一些中资股 炒过最后的情况已过 这个炒作气氛 是相对比较厉害 你在外围市场 美股那些状况 你会找到 它们未必说喜欢炒你 它们炒一些就是受惠疫情 直接疫情带来的商机 但是如果在美股上 好像Yuva Xpedia 不是炒得很厉害的 甚至破不了 但是在中国市场 中资股 现在在中港量地市场上 就比较流行炒一些有品牌效应 大家都是拨一个长远发展等等 始终都是说这个渗透率比较低 我觉得如果看回按贵度上 第二季和第一季 有个很转注改善的情况 而这个势头 现在未来大家买一只股份 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说 看一个季度数据 可不可以能够持续改进去 如果你看到 甚至过多个季度之后 可以恢复疫情前的季度水平的话 其实我想股价真的在说 仍会有条件在向上 有个爆发力在那 所以我觉得 同情慰隆留意一下 现在未来看的 主要集中是看按贵表现改善的方面 只要保持到的话 我想股价后市来说 仍会比较硬 刚才提到数据表现 按贵有改善 看到用户群 都已经恢复至较高的水平 都是按贵有改善 看到其实去2019年 去到2020年的第一季 同样地 那个平均月的活跃用户 付费用户佔比 和平均月的付费用户 都是轻微地跌下来 之后慢慢又向上 第二季 会不会那个势头 都可以继续慢慢地升上去 其实这张图表 你会看到绿色线那样的创新高 股价为什么说 为什么创新高 这个是解释 为什么股价 可以已经是破了顶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你讲的 付费用户佔比上面 你见到是有所价格 如果你讲的就是 平均每个月的付费用户 去到2020年第二季的数 已经是比2019年 年尾那段时间 是更加至高的 原因就是 开始有些报复式消费 你讲的那些人 开始找回 有什么去旅行 你不可以去 你平台 始终来来去 都是以大石的基金为主 区程 同情艺龙 始终和腾上的合作 是会有些帮助 在那里 如果付费用户佔比 只要越来越高的话 你只可以推动到 更加多的活跃用户 选择去付钱 那行业就自然会有钱责 所以你讲的 其实现在市场 已经开始伤出 同情艺龙 现在的情况 未来的几个季度 有机会可以抵抗 甚至抵消第一季 第二季大陆的影响 因为2020年 预期要跟程艺龙有增长 就没有什么可能 但是赌兑幅度 可能有机会随着 报复式消费 报复式饭单 会有所改善 所以对于这间公司 你记住 这一刻要买 就是冲敬十一黄金周 所以你短线 不用这么心急 十一黄金周 还有一些差不多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疫情等相关的变化 可能都会有 买的股份 千万不要这么心急 但是其实 我觉得趁这段调整 开始去部署 没问题的 所以你讲的 你真的逼着要买 可能如果 去到九月尾的时候 你看到都跌不到 买入价 而你对内地的疫情 上面看法是比较正面的 你相信内地的数据 的话 可以薄薄的 我的看法就是 始终 我又不会说 对内地的数据 有一个很负面的 特别的看法 我觉得资金 你也是跟着这些数据 短线来说 只要你讲 内地很多景点 全开了 等等 我觉得内地 现在推下去就慢 内地自己本身的旅游业 你怎么都要振兴 所以短线 你有这么多地方 派消费券等等 我觉得这个复苏概念 其实都算是比较稳 都说到了 十一黄金周 还有一个月左右 有时间 不用这么心急 但是 安奴你刚刚说到 可以抛去调整的时候 可以吸纳 其实提到 31日才上去 历史高位 16.48 去到什么位置 买就比较好 因为暂时 就14.3左右 现在 你看整个升浪 就回调0.618 整天都用 这段用的黄金比率 是 13.5这些位置 最理想13.5 就是这些位置 高位16.5这些水平 是高位16.5这些水平 调整高位调整2成 其实根据不是用黄金比率 估惑 或者估高位跌 不多过2成 你都见到比较准的 这些强势股 如果你看美股市场上面 不关事的 好像那些热炒的Tesla 苹果 都是见证高位跌2成左右 就开始反弹 所以未来你博黄金周 就算看好也好 都不需要这么快出手 等高位调整近2成左右 才开始出手 但我实际上说 其实距离2成调整幅度 就不是太过远 所以为何说 今个星期做部署 我就觉得 跟郑偉龙去到这些位置 未来只要穿14元的话 接驳率就会比较吸引 所以短线上 就看看市有没有机会跌多些 我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做这些部署 会比较舒服 跌你又不怕 相反地 看有没有机会去收拾货 刚刚提到的卖入价 就起碼是13.5左右 如果目标价 只剩下一些 可以设置在什么位置 如果设置目标第一个 就先看之前的高位 但如果之前的利好因素 都兑现了 2个往经验上 你还破了顶的话 还可以升一扎 所以如果13.5成功卖了 你不贪心的短炒策略 上面16.5就先正好 但是最佳策略 可能是设置一个指 到时候升穿16.5 16.5做指责人位放置要 至于只剩下 11.6 如果高位 调整多于0.618 那没办法 你是需要指涉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些位置出手 以11.6做指涉的话 其实风险的确是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股份暂时来说 的策略 怎样都是后低级 明白 有兴趣的朋友们 都可以参考Ano的意见 都不感谢Ano 你这么详细的分析 都和你申报 以上提到股份 有没有持有的 都没有持有的